最近伊朗与美国的新闻闹得沸沸腾腾 中东的区域战争一触即发 但其实伊朗以前是美国的小跟班 国内相当开放且进步 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保守的反美极先锋呢? 这一切都要从19世纪说起 19世纪出的伊朗 跟其他亚洲国家一样 被欧洲列强瓜分殖民 此时的伊朗 北方是由俄罗斯控制 南方则是由英国占领 仅有中间作为缓冲区 仅由伊朗的卡扎阿王朝掌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国虽然在1921年撤军 但却按中辅职的另一股势力 就是当时波斯哥萨克寄兵旅的指挥官 理查汉·巴列维 并在同年发动军事政变 成功推翻卡扎阿王朝 建立了巴列维王朝 并在1935年把国民改回伊朗 作为条件交换 英国则获得了伊朗的石油当作回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伊朗宣布中立 不肯支援英国与苏联 但私底下又与纳粹偷偷做贸易 结果就是引述了坦克 直接开进伊朗 理查汉被退休流往海外 由22岁的长子巴列维继位 巴列维上台后 英美为了获得伊朗的石油 与保持在中东的势力 对这位流媒的小国王相当支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伊朗的石油 仍牢牢掌握在英国石油公司手中 但在1951年 那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相继独立 民族主义蓬勃发展 在这种浪潮下 一个叫做摩萨台的人 成为了新任首相 架空了小国王 然后开始推行改革 他上台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伊朗石油收归国有 此举当然惹入了英美两国不满 劲耿动我的石油 便在1953年再次发动军事政变 在美国CIA和英国军情六处的策动下 推翻了摩萨台 让巴列维国王重新执政 从此伊朗更是死心塌地的 当美国干而治 巴列维国王更是在1963年 施行白色革命 依照美国爸爸的蓝图 进行了各方面的农业与工业改革 在石油喷发下 伊朗成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九大复国 在美国大力援助下 伊朗不断西欧化 进行各种国家级建设 像是美人美奂的体育馆 四通八达高速公路 就连插头规格都依照欧洲标准 伊朗也是世界上率先购买 破音科技的国家之一 宿命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伊朗小民可以上赌场 酒吧与夜店 这在伊斯兰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其实这种在美国扶植下 大力发展的甘儿子 当时世界上还真不少 算是台湾的蒋介石 韩国普正希 智利的皮诺切克 都是美国爸爸支持下的独裁政权 共通点都是经济发展的还不错 美国爸爸就是要跟世人说 你只要跟着我走好处不会少 镜头再回到伊朗 这种情况下 当然国王也是富得流油 海龟派的小国王巴列维 本来就是花花公子 现在花起钱来更是不手软 他乐中于收集超跑飞机和艺术品 他是那时全世界最奢侈的人之一 现在你看到什么杜拜王子炫富 对巴列维来说都是毛毛鱼而已啦 另一方面 在1971年 巴列维还有一个idea 就是庆祝波斯帝国2500年的大型国际party 希望借以传达 我们是波斯人才不是阿拉伯人呢 顺便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子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向世人炫富 看看我们国家的多么先进 这场空前盛大的party 规划了10年 邀请了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元首 大约花费了现金的5亿5000万美金 做足了十足的面子 虽然伊朗的经济不断在进步 但经济成长只是人彬彬的数字 财富大多流向富人手中 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 导致人民的不满日益升高 现在我们在网络上 看到70年代先进开明的伊朗 其实都是上流阶级 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更不要说拍照了 而这时站出来批判国家的人 就是伊斯兰教宗教领袖 荷梅尼 结果不久就被政府驱逐出境 荷梅尼流亡法国 荷梅尼虽然身在法国 却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局势 终于在1979年 爆发了一场反巴列维的革命 这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 门心向背下 革命之火迅速席卷全国 群众们上街抗议 高呼打倒国王建立伊斯兰国家 不久巴列维政权崩溃 国王出逃 在外流亡了15年的荷梅尼 再度回到了德黑兰 受到了数百万民众的欢迎 成为了伊朗的最高领袖 群众们举着荷梅尼的海报欢呼 每个人都渴望他 能带领伊朗走向美好 身为宗教领袖的荷梅尼曾说过 自己对世俗的权利不感兴趣 也不想当什么国王 但是他看到排山倒海的群众 如此支持自己 内心也不由得热血沸腾起来 想起了那句话 莫忘世上苦人多 所过不喜欢权利的他 最后被动成为了独裁者 支持伊朗变成了一个 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育国家 新政府上台后 也基于增加自己的区域影响力 向外输出蛇业派革命 绅士扶植了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在暗中支柱尼巴嫩的真主党 夜门的胡塞武装组织等 致力打造连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 与黎巴嫩的蛇业派之胡 这完全是在挑战的美国中东秩序 也代表伊朗与美国彻底决裂 成了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 少数感反美的国家 那伊朗是何德何能 为什么能坚定反美这么多年 要知道隔壁邻居伊拉克 当年可是直接被美国秒杀啊 下一期 我们会在这里聊诡诀的中东局势 为什么伊朗敢反美 一样是伊斯兰教 伊朗为什么在中东是个边缘人 他与逊尼派的康巴子 沙鲁地阿拉伯为何互看不顺眼 我们再从他们的历史恩怨讲起 伊朗是伊斯兰教的蛇业派国家 与阿拉伯世界的逊尼派不同 这两者的教育有很大的差别 例如印象中 伊斯兰教是禁止崇拜偶像的 甚至一些阿拉伯国家连电影院都没有 但蛇业派的伊朗 在街上到处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画像 这点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伊朗只是个半民主国家 民主的地方是他们有议会 和直选总统 他们的总统是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且有任期限制 但不民主的地方是 总统只是2号人物 最大的人物叫做伊朗最高领袖 不单是宗教领袖还是三军统帅 且无任期限制 是由88名神职人员间接选举选出 拥有过自由的伊朗人 怎么会幸福荷梅尼呢? 因为政变成功后 老和他开始的实施粮食卷制度 这让底层人民都填饱肚子了 能吃饱谁跟你造反 有一个数据可以反映这个事实 在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的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哈啰大家好 我们讲一下我们影片的参考资料 就是这本书 池上章的伊斯兰图解世界 这本书呢是日本人写的 因为台湾市面上坊间 很少介绍中东阿拉伯 还有伊斯兰教育书籍 我目前看到两三本 全部都是日本人写的 然后日本人的书就是 它的特色就是图解 日本真的很会写书 它就是图解 很轻松的角度 来让我们了解伊斯兰世界 然后还有他们的话重点 最后讲完这一篇幅之后 都会说重点是什么东西 伊斯兰世界中东那边 是我们文明人类的起源 但是台湾真的很少介绍啦 所以要了解它还蛮不容易的 你可以在网路上搜寻 或是看这些日本人写的书 而这本书介绍什么呢 就是非常简单的 让你了解伊斯兰世界 像穆斯林吃什么啊 为什么伊朗跟阿拉伯人有仇啊 那以色列跟伊朗还有阿拉伯的关系是什么啊 那为什么中东这么乱呢 它里面都会写在里面 不过要篇幅有限 它要讲东西太多了 就写得很浅 总之这本书我觉得还不错 那这本书是我自己自费买的 出版社没有赞助 所以我就没办法送给大家 不过下部影片呢 我们就会来介绍这一本书 我们到时候就会送给大家了 然后这本书到底写什么呢 我们就下礼拜再来介绍 还有有人反映说 我们的频道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吃东西的影片 那就这样子啰 拜拜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行天宫附近的自助餐 这边台北市的精华具 所以物价非常的昂贵 我们看一下多少钱 一个花椰菜 一个木拉里炒蛋 茄子 这个是糖醋排骨是不是 我的竹笋 花椰菜 茄子 它有一些三层肉 非常的肥 这样多少钱你知道吗 还有一碗汤 加起来是台币230元 还蛮贵的吧 其实还好啦 因为以前我在东区上班 差不多这个价钱 你只要跨出台北市 应该就便宜很多 这样的菜是在台南应该只要 摄影师收下多少钱 你猜 大概一半吧 我怕讲 讲太低德就有人加 好啦 那150 140 两样是140 蛮便宜的 差不多啦 那就这样子啰 意思是说 台北苏家真的蛮贵的啦 好啦 掰掰